110年华联市市长杯慢速垒球锦标赛 27号起一年两天是在国福棒垒球场举办 一共有30队超过600名的好手在球场竞技交流球技 华联市长为嘉贤应邀出席 也期免参赛了选手 在赛事上有亮眼的表现 他也会将持续支持各项的运动 让华联市成为一个爱运动的城市 110年华联市市长杯慢速垒球锦标赛 27号下午在国福棒垒球场举行的开幕仪式 市长魏嘉贤感谢代表会支持 也感谢体育会和慢速垒球委员会协助 让市长杯慢速垒球赛一连四年都可以顺利举办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让我们市长杯今年进入了第四年 最重要谢谢我们所有的代表 愿意让我们体育的预算能够增加 让更多喜欢打球的朋友有更多的选项可以来参与 所以我们今天办了非常非常多的市长杯 那也欢迎大家从年轻的喜欢打垒球 到小的喜欢玩一些游戏的部分 都可以来参加市长杯 市长魏嘉贤亲自开球 一连集出了五支安打 获得选手们大声喝彩 110年市长杯慢速垒球锦标赛分为公开组 社会组还有健康组 有30对来自全花莲市的队伍 共600多位的好手齐聚一堂 彼此交流球季 市长魏嘉贤也表示 市公所未来会持续支持各项适合大小朋友的体育运动 打造花莲市成为一座爱好运动的城市 今年的市长杯慢速垒球 一样是在我们的国服球场后来胜大举行 那我们总共有来了非常非常多支的队伍 那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 有很多喜欢运动的朋友 都有各式各样的一个比赛可以来参与 所以我们今年已经迈向第四年 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 知道这市长杯之后 也可以持续的来邀请更多好朋友一起来报名 那接着我们下半年度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好玩有趣的游戏 比方讲滑步车孩子的部分 那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个 比如说羽毛球等等的一些市长杯 都会陆陆续续展开 那也请大家都能够培养运动的习惯 也可以上网去看看 花莲市公所一些资讯 让大家都能够共同来参与全民的运动 介入会幻市报道